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等一下我们继续看 那个 我们刚刚说第三个音节 它其实是两个字 一个是寄 一个是昂 寄的话是形容词 任何的意思 磁性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只要有一些基本的 英文的磁性的概念就可以 然后就可以套在那个藏文的理解上 帮助很大 好 那这个昂呢 它是一般我们说它是也 任何也 先这样知道就好 然后接着第四个音节 第四个音节我们在一开始讲字母的时候 其实有讲过 字母跟那个母音符号拼的时候 它是字母麻嘛 拼上kiku 是什么意思 mi 对不对 就这个是麻 拼上kiku 让a变e嘛 这是mi mi呢基本上会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副词 我们说副词主要是否定的副词 所以我们通常叫个n n是那个negative 否定那个negative adv就是adverb 就是副词 adv e r b 否定的副词 它基本上它是当副词 否定副词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不的意思 就是不啊 或者说五啊 没有啊 这样都可以 就是在翻译上要看语境 我们语境的概念很重要 这个以后我们会 特别在讲文法的时候 会特别讲 context非常重要 一般我们讲的 前后文脉 或者叫语境 词语的那个环境 或者说前后文脉 因为有很多词 特别是 在我们的单词 它有时候意思是词典插不到 有时候会这样 它毕竟不是一个很 不像英文或日文 很多人在用 它有些 文法或者说词典 不是那么成熟感觉 所以它意思没有收得这么完整 有时候你必须要 透过字典查出来之后 再去套在那个 一个文献里面的前后文 去揣摩它的意思 还要再去揣摩它的意思 像英文 日文可能很多意思 它都 现在的文法书都会告诉我们 但藏文可能没办法 很多时候是 你必须要从语境去揣摩的 所以语境的概念在藏文非常重要 你可以透过语境可以看出很多意思 当然这个要有一定的经验才有办法 或者说你阅读到一定量才有办法这样做 当谜当否定的副词的时候 NATV的时候它是不的意思 基本上就否定 还有当名词 它是人的意思 人类 谜这个字是人类的意思 这里是当否定的副词 NATV 不 好那接着恰 这个文法我们后面会再讲 我们今天重点只在拼音 就是告诉各位怎么 怎么去念这个藏文的 寄宋或者说藏文的那个音节 好这个是基本组音嘛 我们看过 还记得吗 再复习一下 可以接亚夏家的机制总共几个 七个 七个而已 亚夏家的只有七个 接 亚夏家不用管 因为亚夏在拉萨音是不影响机制的 子音的对不对 所以不管 呃 亚夏家的有几个 加亚夏家的机制会有几个 可以加亚夏家 是四个 拼音结果只有四种 哪四种还记得吗 加亚夏家的 拼音结果只有四种 对 炸一个 插一个 送气的 插送气的二声 还有一个 沙 沙 沙 有拼音结果只有这四种 其中有等于 占了十个 会受拉下加影响的只有占了四个 有四个不受影响 四个就是 拿加拉下加 马加拉下加 还有什么 下加拉下加 萨加拉下加 这四个机制 拿马下萨 这四个机制是 他的子音是不会受拉下加影响的 所以基本上 机制怎么念 加拉加加还是一样 拿马下萨 还是一样 炸的三个 炸的三个 炸 这个是炸 还有这个炸 差的三个 卡拉的差 塔拉的差 还有一个 帕 帕拉的差 差的三个 卡拉的差 帕拉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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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九个了嘛 还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第八组的 第一个 哈拉的差 哈拉的差 这复习一下而已 好 那这个是有七个嘛 七个哪七个 第一组的跟 第四组的嘛 第一组跟第四组 第一组的只有三个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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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组的 第四组的 四个都可以 巴 哈 这个叫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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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娘 我们说这个等音等于 第二组的 第二组的那整组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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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等于 这四个 就第四组的 巴帕 爬麻加牙下加的 音等于 第二组 加加强羊 那这个要特别记 那 这三个可以用推的 因为牙下加会让 子音二音化 所以原本是 卡 会变 原本是 卡 原本是 卡 所以是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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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 这个音跟这个音一样 所以是 卡 卡 现在开始会比较有意思 就是 你可以知道一些 但你觉得拼音怎么拼 然后你会知道一些字 的意思 像这一个呢 它名词 它可以当名词 它是鸟的意思 鸟类 这 恰就是鸟类 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是几乎动词 做的意思 但它不是圆形 它的圆形是这个 拼的话 大概都会拼 然后圆形是这个 这个是它的未来 未来 未来的话我们代号 我可能会写一些代号 FT就是那个 Future的那个 省略 就是 未来史 它的未来史 长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圆形在这里 圆形在这里 圆形是这个 圆形我们就说 它是现在史 现在史是Present 就是 代号就PR PR E S E N T 这样 这是现在史 恰是这个 这一个的未来史 就实态来讲的话 它是未来史 好 那我们圆形也 念一下好了 用传统拼读 念一下 它没有前加 所以不会有O的音 嘛 那双叠字 会有个D 对不对 啪 即是怎么念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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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完之后 还是有送器 为什么 因为 它虽然是 属于11 那一类的 就是说 有前加上加 送氣便不送氣 但是它沒有錢 它沒有上家 所以它送氣還是保持 有沒有 趴雅達恰 我們練一下 趴雅達恰 趴雅達恰 忍不恰 打 恰 練一下 趴雅達恰 忍不恰 打 恰 恰就是我們講的度 坐 這個坐在 不管英文 日文都很重要 最常見的字 最常見的字 比如英文它不是 俗路嗎 俗路 很日文 俗路 它不一定要翻坐 你知道嗎 了解嗎 它雖然俗路一般說 我們中文翻譯是坐 但在語境裡面它不見得要翻坐 它可能有不同的翻法 所以這個很活 類似的道理 藏文的茄也是一樣 要看語境怎麼翻 不一定要翻坐 那基本上是坐的意思沒有坐 那它的未來是恰 那未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後面會再仔細的講 就未來通常它可以翻將 當然就是未來的意思嘛 也可以翻應該 有這兩種翻法 所以它原本是坐的意思 原本是坐的意思 原本是坐的意思 然後到它的未來時的時候 就翻將坐 或者音坐 了解意思嗎 有點這樣齁 配合時態 然後翻譯的時候 就多一個音 或者多一個將這樣 將坐音坐 且本身是坐 但是恰的時候是 你可以翻將坐音坐 這裡可能我們要翻音 音坐 因為如果照那個語境來看的話 這裡可能要踩音坐 這個恰要翻音坐 所以讀到這裡呢 其實大概齁 第一句的意思大概就出來了齁 第一句我們中文翻譯是 諸二莫坐 但你看齁 藏文它是 迪八字昂尼茶 迪八字呢 刮起來齁 這三個音節要刮起來 就任何的罪惡 任何 然後你們會發現齁 我們中文講任何罪惡的時候 任何是在 任何這個形容詞在名詞之前 可是藏文它跑到後面去了 這牽涉到與序的問題齁 就基本上 藏文很特別 它的 形容詞是擺在後面往前修飾名詞 就是藏文的順序是這樣 N A 然後A是從後面往前修飾 這是藏文 如果是中文的話是 A在前 名詞在後 從前往後修飾 這是持續的一個差異 在藏文跟中文 那或許有人會問說 那我藏文行中詞可以擺名詞之前 可以 但是它要加一個東西 我們說這個G呢 叫 Genitive 叫做數格 它要加一個數格的東西 這個是牽涉到一些文法的東西 這後面會講 所屬 所屬 表示說這個其實 這個數格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翻的 形容詞加個的 來 然後這兩個變成一個單位來修飾後面的名詞 就藏文來講是這樣 它如果是形容詞 它基本上就是擺名詞之後 它如果要擺名詞之前 就要加數格 然後 形容詞加數格 可以從前面往後修飾名詞 這個是一個 大原則 大原則是這樣 幾乎沒什麼例外 有幾個可能會 少數的例外 但是大部分都是這樣 所以這裡呢 debar是名詞 就是 罪惡是名詞 記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它記呢 從後往前修飾 這邊是這樣 debar 記 那我們在 它雖然跟昂寫在同一個音節 這個是牽涉到一些合併的一個情況 雖然寫在同一個音節 但是我們在分析文法的時候 我們要這樣刮 記跟昂要切開 昂是也 然後這個記是一個形容詞 debar是名詞 所以是任何罪惡 也 這樣 然後 debar 記 昂 迷 迷我們說是一個 NADV 否定的副詞 不 然後 恰我們剛剛說 恰是 邪的未來 邪的FT 我們剛剛說這個 FT的話 在這裡翻音作 所以 意思就出來了 任何罪惡也不音作 然後 因為我們說這個 邪是一個幾乎動詞 幾乎動詞就是要有受詞的動詞 所以他的受詞 我們說這個debar g呢 我們說 O O就是受詞 它是O of 恰 恰的受詞 就是說你們在分析的時候可以這樣寫 就debar g呢 它是O of 恰 恰本身它是 原型是一個幾乎動詞的未來嘛 所以不應該 任何罪惡呢 也不應該做 也不應該做這樣 好 好 那到恰為止呢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說一個簡單句了啦 我們 這裡還沒有 講到副句 簡單句就是這樣 debar g 這樣比加行 好 那接著行呢 這個行呢 我這裡有很多東西後面會再交代 我只是先提一下 我們現在重點是拼音 所以先不要太擔心 行呢是 呃 我們在後面會講這個叫 接續住詞 行 這個接續住詞 好 接續住詞我通常會用個代號叫CP 不然他每次要寫接續住詞四個字 會花很多時間 會花很多時間 齁 他的代號是 呃 conju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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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le 取他的C跟P conjunctive是有點接續的 particle是 就是 particle有 在文法裡面有詞速的意思啦 好 但我這裡就把它 翻成住詞 齁 齁 齁 所以我講CP的時候 就是一個接續的住詞 那這個後面會講 他是用在哪裡呢 用在 連接兩個單句 比如單句1 跟單句2中間 會放一個CP 表示說 他是連接兩個動作啦 比如說我 我吃完飯然後去散步 類似這樣 吃完飯之後 類似那個之後有沒有 去散步 這個CP就是這樣 比如說 我先講中文 因為怕那個 站穩更複雜 吃 我 吃 吃過飯 我吃過飯 齁 去散步 類似這樣 好這個 行 就是這樣的作用 或者而且你可以放而且齁 之後而且 都可以 好 那我們看 所以我們第一句呢 就可以念齁 我們念一下齁 那因為你看齁 你注意他的音節數呢齁 看起來只有六對不對 六個音節 第一個嘛 八一個 激昂算 看起來算一個對不對 然後米夾行 看起來只有六個音節嘛 可是實際上這裡是七個音節 因為激昂合在一起 所以 基本上 呃 這整個祭送就是 金鋼筋講的四句祭 有沒有聽過 四句祭 有四句 的一個祭送這樣 然後米劇是七個音節 嚴格來講是 米劇都是七個音節 那通常我們在念的時候 很簡單齁 就是如果說他是 米劇七個音節的話呢 我們在念的時候 就是二二三這樣 二二三 所以 滴把一起念 講 算二 你用些三嗎 所以我們念的時候就是 二二三這樣的一日的念 我們念下 滴把 雞昂 米 Whitha sil 米 Whitha sil 好 那這個行呢 這個行 這個行 我們看一下喔 它的 拼音喔 第一字怎麼唑 瑕嘛 對 瑕 俠再加KiKu的話是什麼 席 有個子音的E 然後母音R變E的 所以它拉長席 俠KiKu席 然後再加個然後加 行 然後我這裡要講的是說 如果我們在音譯的話 這一個行 這個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CP 繼續助詞 還有這一個 假設有這個 這個字是有的 這個字是如同 如同什麼什麼這樣 通常我們會把它看成 點點點 這整個會把它看成是副詞 如同什麼什麼 把它看成副詞 我們要講的是 如果加拿後加跟加拿後加 我們注音的時候會有點區分喔 比如說這個是 行對不對 行有點像這個這個音啦 行 但這個N如果是拿的話呢 它是 注的話是注這個對不對 它有點像是 N喔 不是 Ong喔 不是那個 行動它是 Ong的音 Ong的音 它是N的音 就是我們要音譯的時候 這個拿跟拿的 我們 可能 因為沒有這個注音啦 我們用名好了 譬如用名 小民的名跟民國的名 這兩個 這個是 Ong的音嘛 民國的名是N的音 譬如說這個字 譬如說這個字 這兩個字都有意思 這個是 這個藏文字名稱的意思 名稱 那它的注音是 名 這個名 這個名是 不是 或者非的意思 它 呃 這個是名詞 這個是一個 必動詞 我們說聯繫動詞 那這個的注音是 N 它是N 這是N 如果你要音譯這個的話 你會用名這個字 N的這個名 如果你要音譯這個 你會用 必須要用這個名 Ong的名 一個是N的名 這個是對應到拿 這個是對應到拿 或者如果還有 類似 Ong的音 Ong跟 Ong的音 這個都是要對應到拿的 這比較細啦 就說如果 考慮到音譯的時候 注音符號的 Ong跟Ong呢 是來 音譯這個 這是 注音符號的 N跟Ong呢 是來音譯這個拿的 舉例來講就是剛剛這個 這個是名 這是名 這個比較像是 小名 比北京話比較誇張的 小名 那這個是 名 比較 比較便宜一點 民國的名 小名 名 這樣 那這個對應的是Ong 這個對應的是N Ong 這個或許我看一下有沒有一個例子 Ong跟Ong的 Ong跟Ong的是 譬如說 TAN TAN這個字 跟 DAN 對對對 這個可以 DAN 這個字 好 那這個 這個呢 我們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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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 有個 CAL 全家過來 CAL CAL DAN DAN 它變DAN了 這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用那個 嗯 TAN這個音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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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嗎 這個是在翻這個 這個是在翻這個 因為沒有 TAN這個字沒有 沒辦法注音啦 因為我們的注音符號 沒有這樣的組合 那我們只能用類似的 TAN這個字有沒有 TAN 那這時候會用到 AN 如果是TAN的話 這時候會用到 AN 然後 像這個例子的話 這個會用到 Ong 這個會用到 AN TAN 好 瞭解 好 第一句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第一句再唸一下 TITBAP GANG MICHA SING 就行不行的 SING 然後第二句 好 第二句的前兩個音節 是一個單詞 它是 我們看一下第一音節怎麼唸 傳統拼圖怎麼唸 我們現在講的文法都比較瑣碎 因為 後面會整個有系統的講 好 現在是 因為要講這個句子的意思 所以可能還是要稍微提一下 譬如說這一個 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耙 好 那我們之前可能有提過 耙如果在一個單詞的結尾的話 不唸耙了 它不唸耙 它要看情況 一般如果是名詞的話 它是唸挖 然後如果是動詞的名詞的話 這個比較特別 這在帳文裡面這個概念很重要 後面會再講 這個我們說它是 Noun來的 就是名詞 這一個是 叫做 Verbo VerboNoun 就是 動狀 動態的 動狀的一個名詞 VN 是動態的名詞 或者動狀名詞 其實有點像那個 Gurant 就是動名詞 G-R-U-N-D 一般英文講的動名詞 那VN跟N的概念不一樣 N就是 很單純的名詞 它就只能當名詞用 可是動狀名詞不一樣 動狀的名詞 是動詞的名詞化 這樣講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在講 動詞名詞化 動詞的名詞化 那這個概念 在學藏文文法 如果這兩個沒有區分的話 很多地方是解不通的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時候名詞 會敗在這裡 其實不是名詞 它是動狀名詞 這樣講什麼 大概有這個概念 那這裡 G-R-U-N-D 是一個單純的名詞 它就是 扇形 扇形 這裡是 G-R-U-N-D 那接著有四個音節 這四個音節是一個形容詞 很長 很長的一個形容詞 原則跟剛剛一樣喔 形容詞擺名詞之後往前修飾 剛剛扇形是名詞 那現在看的是 形容詞 這四個形容詞 這四個音節構成的一個形容詞 一般我們說它是圓滿的 所以它修飾前面的扇形 這個名詞 從後面往前修飾 所以在理解上是圓滿的扇形 從後面往前修飾 圓滿的扇形 那通常我會把這個看成一個單位啦 圓滿的扇形變成一個單位 因為它是修飾語嘛 修飾語沒辦法 除非它是一個情況就是說 比如說 類似英文的說 The rich 有錢的 把它變成有錢人這樣 把形容詞名詞化 不然的話 一般形容詞都必須要個 名詞被它修飾 它不會單獨存在 好那 所以這裡 這六個音節就是這樣理解 我們唸一下這個 這個形容詞 這個形容詞有四個音節 第一個音節怎麼唸 機制 第四 主的 第二個 怎麼唸 帕修飾 修飾是讓阿變什麼 呜嘛 所以帕修飾 撲 撲 拿 這個音如果唸 唸不對就變成那個廚語 廚語知道嗎 台語的廚 廚語 噴嘛 對 唸了不對就變噴 不是它不是唸噴喔 拼 拼 唸 我們說 帕修飾 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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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然後加上拿後加 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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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聲保留 然後 汙變成 呂的音有沒有 呂嘛 呂加拿不是 呂嗎 可是哪還會提供韻為恩嘛 所以拼而且四聲要消失喔 四聲要消失為什麼因為他是 哪哪麻啦啦之一 然後 烏加哪 烏加哪變成 暈的暈 這兩個合起來變成暈的 暈的暈 然後四聲加哪消失 所以最後結果這個要唸 拼 拼 不要念噴噴不對噴 然後接著 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麻只提供韻為恩嘛 所以撒小丘 一樣啊跟一樣啊撒只要改變阿就好啦 撒小丘 數 數幾聲 四聲碰到麻要變一 要要變一聲喔 哪哪麻辣啦 捏一下 哪哪 麻辣啦 捏一下 哪 哪 麻辣啦 前面四聲碰到這五個的任何一個要變一聲喔 麻對不對 所以 撒小丘數碼 酸 酸 酸 列一下酸 酸 然後這個是 拼 拼 拼酸 拼酸 好這個 這個比較簡單 看起來 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很簡單 機制怎麼唸 第五組的 第2個 5.2 不是恰喔 恰是第2組的第2個 插 插沒有簡聲喔 插哪 整個 唸下 一開始呢 你可能 每個音節會拼 但不會一起唸喔 那慢慢要習慣喔 就拼完之後要把它 整整合在一起 拼酸 醋吧 拼酸 醋吧 拼酸 醋吧 拼酸醋吧就是 那個 圓滿 我不曉得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那個 藏人名字叫 彭醋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 彭醋 音譯 彭醋就是取這個 拼酸 拼酸 拼酸就是 彭醋 其實就是 就是圓滿的意思 藏文有時候 像這個四個音節太長嘛 有時候會省略 孫省略 霸省略 變 拼酸 好拼酸就是 其實就是圓滿 的印譯 就是圓滿那個 噴酸醋吧裡面的 噴跟醋 省略成噴跟醋 好接著有個 辣 噴酸醋吧後面有個 把後面加個辣 這個辣 看一下 這個辣 這個辣是有 文法的意義的 他是我們說叫做一個 格柱詞 格柱詞 好 在這個把後面 加一個辣 那我用不同顏色表示說他是外加的 他不是 這個 圓滿 譬如說把這個詞的一部分 這個 這一個 你們先記得 他叫做格柱詞就好了 格柱詞 這個格柱詞 好這個格柱詞 他 呃我們 在英文叫 K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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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位 表示格位的一個柱詞 這個 K字就是格的意思 中文可能 沒有那麼明顯 譬如說我吃飯 中文講我吃飯的時候 我的後面不需要加一個格柱詞 可是這樣我需要 譬如說 剛講 譬如說我吃飯 中文其實是透過意識跟 順序 持續跟意義 來表達 這整句的意思 譬如說我 我擺在左邊 好然後 這個是主詞 飯是壽詞 吃是幾乎動詞 順序是這樣 我透過 字面的意思跟持續 來表達 這一句的意思 中文是透過兩個 一個是持續 持續 還有意義 來表達整句的意思 可是藏文在講我的時候呢 他不會單純 只講一個我 我們我學過嘛 我就是 第一組的第四個 1.4 你們回去看 你們看點筆記 1.4就是 那個 那個 可是在藏文裡面 不能直接用 當然有 口語會例外 我們如果講 樹蔑魚的話 你不能直接說拿 然後那個 食物是 拿 吃是 你不能直接 照那個 就是我們現在學的這個 書蔑魚的規則的話 你不能直接加 只用拿 然後 然後卡拉 卡拉是食物 撒是 幾乎動詞 詞 你不能直接這樣講 你必須在 拿的後面加一個 格助詞 要加個格助詞 然後 然後可能在 卡拉後面要加一個 格助詞 那比如說這一句的話 可能加一個 sar這個格助詞 那 拿跟sar 並在一起 這個sar就 雖然它是格助詞 但是我們在賭的時候 就像 sar後架一樣 拿加sar是什麼 捏嘛 所以變成 捏卡拉撒 類似這樣 捏卡拉撒 所以 在藏文裡面會有一些格助詞的 一個 一種表現就對了 在中文看 看不出來 中文 就很簡單 我是一個單名詞 然後 吃是一個雞不動詞 飯是一個名詞 當壽詞 就這樣 可是在 藏文裡面 可能這裡會放一個 啦之類的 這先不管 但藏文會有格助詞的概念 這先知道就好 然後現在是 在 給我 噴酸湊 醋吧 後面加個 這個鑽 這個鑽是一個格助詞 這個格助詞的作用在哪裡呢 讓前面這六個音節 整個變受詞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所以這裡會牽造一個概念 格位跟磁性在藏文是不一樣的概念 這個格助詞在藏文叫做受格 受格的助詞 受格 然後它的作用是讓這整個 加上 這前面的給我噴酸湊 這六個音節 當這個 ra這個受格之後 整個變受詞了 磁性是 整個變受詞 整個變受詞 好所以在藏文裡面受詞跟受格是不一樣的概念 這個是受格 前面這六個音節 給我噴酸湊峇 Muhammad 加上ra這個受格呢 整個變受詞 這概念很重要 這概念在後面都會用到 同樣的 主格跟主詞也不一樣 類似這樣 格位跟此信是 兩為詞 在藏文裡面 要把它分開看 就是 暫文裡面 暫文中 格不等於詞 这个概念很重要 比如说受格不等于受詞 这举例了 因为后面会再讲 实际的例子就这个 然是一个受格 你不能说ra是受词 你只能说它是受格 因为它只是一个格位 然后ra这个受格呢 加上前面这整个 一个挖这个名词 还有本身受格这个形容词 之后呢 整个合起来 我们说这个才叫受词 那受词我们代号是object 就是o 就是他是 object的省略 然后受格 它的代号叫accusative accusative 通常我们会写 accusative 取前面两个 就是ac accusative是受格 object是受词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然后这整个当受词之后 当谁的受词 我们通常在解的时候就要说 这个受词到底是当谁的受词 那一定是动词的受词嘛 那就要看后面是什么动词 后面只剩一个音节 掘这个动词的受词 所以我们在刮的时候就前面刮到ra 这整个是o 这整个是o ra本身是ac 受格 然后punsunchobbara 整个是o 这样来讲 ra只是ac受格 然后gwa punsunchobbara 整个是o object 当谁的object呢 后面这个集物动词 gwa的受词 gwa是修行 修行圆满的善行 这个行是名字 然后后面那个gwa是动词 好 所以到ra之后再加一个gwa 好 这个我们也拼一下 传统拼图一下 好 因为它是一个三叠字 所以一开始是sar加bar 然后有个dob 把bar绑到sar底下 之后就会变成这样 对 然后 这个一个单位再加上 有个牙下夹 再把牙绑上去 然后再加拿ra 然后加他后加 然后加他后加 好 我们拼一下这个 等一下 这里 这个是集物动词 它是修行 好 我们拼一下传统拼读 sar ba da ba sar ba da ba ba ya da ba ya da是什么 这是一个基本主要音 加对 而且这个基本主要音因为ba 它是属于十九的嘛 完全不受sar上加影响 所以它这个基本主要音是加 所以还是加 所以ba ya da 加拿了 就对 对到这里是就 好那这里要注意的是 O加塔是什么音 A的音嘛 所以 就塔 就 就 所以它最后结果这个最后结果是 子音还是保留 然后 上面两点 四声 拼音结果是这样 好我们等一下 sar ba da ba sar ba da ba ba ya da jia 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夸张一点 没关系 越夸张越好 因为 你 把念大声出来很多细节你才念得出来 好 你大声念完之后再念小声那个细节还是抓得到 但如果你一开始就很小声很多细节抓不到 你念出来就会很不准 在自己练习的时候大声一点 就sar ba da ba在家里很大声这样 好像念咒语一样 sar ba da ba ba ya da jia na lo jota jia 这样很大声 慢慢的那个 音感就会出来 好再念一下sar ba da ba ba ya da jia 比如说那个 一那个就特别 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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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lo jio jia na lo jio jio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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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o 好所以这里就是众善奉行 他是 把那个 jio翻成奉行 好那 汉义里面就没有把那个 特别把那个圆满翻出来 他只有众善 众也没有 事实上在藏文里面没有那个 複数的意思 当然这个是有複数啦 意识上是有複数 因为 所有的善都要修嘛 所以那个 他 众应该有点相当那个 众善 众善 众有点相当相当于那个圆满 那个意思 好那第2句我们整个念一下 给我 一样223 这样的韵律 给我 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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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后面三个字 虽然说 众善众善是一个词 但是我们在念祭送的时候是223的韵律 我们在念一支 给我 好 偏众 超把的诀 超把的诀 这样 好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到20分吗 到20分 那我们 很快的看一下第3句 好现在是第3句 第3句 对 而這個可能還沒有教 這個是叫單垂線 單垂 單垂符 可能用單垂符好了 它也可以翻成單垂線 它是一個符號 通常一個四句記 四句記的話是這樣 第一句呢 開頭不會有單垂符 就第一句的話是這樣 在後面有個單垂符 應該說 應該是要講雙垂符才對 不是單垂符 這兩個是跟著它的 所以我這一根的話叫單垂符 如果是兩根的話叫雙垂符 寄送的話是 每一句的後面會有一個雙垂符 這個是雙垂符 這是第一句 第一句 這是第二句 第三句 這個下次再看好了 然後 這個是跟著它的 然後第四句 這是跟著它的 就是說 一個四句記呢 通常會這樣的一個形式 就是說 每一句後面會跟一個雙垂符 雙垂符 雙垂符 好 那這因為時間 這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下次再看好了 好我們下次呢 一樣就是 再複習啦 主要是複習拼音 然後我們下次就會開始講那個 陰節之間的連讀的 一些問題 這個 這個規則比較鬆 比較鬆散 或是說很多例外 不像 陰節內部 那個規則那麼 比較確定 連讀因為牽涉到那個 講話的習慣 就這個 會比較 麻煩一點 好那這個就是多練習的 因為你慢慢會 如果多練習的話會抓到 它的 自己閱讀會抓到那個感覺 然後如果說我們再加一些口語的話 就會抓到那個音感 那會比較容易 唸出來 好我也不曉得 各位的 想學的是什麼 是口語還是閱讀 如果 偏重在閱讀我就會加強閱讀 如果是偏重在口語我就會可能多加一點口語的 那你們可以在 課堂上給我一些反應 在 看怎麼調整 因為接下來 講文法 這個文法會 因為我的 因為我熟悉的應該是閱讀 好那 我會口語但是我因為 畢竟沒有在印度或者西上待過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很多 口語其實並沒有那麼熟 好但基本的OK 就讀本裡面都是OK 好那你們有需求的話再跟我說 那我們到這裡 這堂歌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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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